老花姨美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在回答问题之前有花姨肯定会问你怎么跑这来了 那最近呢是因为有疫情的原因啊 老花姨正在筹备一个项目 这个呢下一期视频好好给你们叨叨 咱们先美日一答 好 第一个花姨 老花姨你好 茉莉花怎么这样了 是真菌还是什么原因 这个又有点缺光 然后呢你这应该是经常喷水 上面都是一些水碱 别的没啥 胶边它就一两个叶子两三个叶子的那种胶边 给逐一下光照 好吧 慢慢的就会好起来的 然后该修剪了修剪修剪 我看着您也修剪过 这个没啥 老叶嘛这样很正常啊 正常的形成代谢 现在周末 秋北天鹅庸 刚到家给他开加湿器吗 感觉叶子往下打浪 浇水的时候有浇透吗 我们 大家伙一定要理解一个底啊 就是好多的话 有浇水的时候总是不敢浇 你像咱们面前有很多的这种花盆啊 只要是花盆下边有眼 只要是花盆 它有一定的透气性 您就浇 你如果说像我这个手里面拿的这个石盆一样的感觉的话呢 就这个透气性可能就稍微差一点 这个时候呢 大家选到的这个土啊 就要排水透气好一点 所以说呢 不论是用土也好 用盆也好 尽量选择排水透气的 不干不浇 浇就得给它浇透 好吧 测宝 下个就是师母 我又来了 你浇多钱学费 不建成啊 一月份没及时浇水 浇光了 还能救吗 啊 你这 你这这这都 你怎么这都 先用水泡一话 或者说你换完盆以后 用水泡一话 哎呀 好好好 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了 反正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救治吧 好吧 你植物应该死不了那么透 下个臭宝 哥 我这茶花找了烧焦吧 是咋的呢 这就是梅乌病啊 梅乌病 好吧 然后呢 这就是一边是一些真菌类的 如果说臭宝 你有心情的话呢 带个手套 用个毛巾之类的擦干净 擦干净以下呢 哎 再去喷喷药 喷一喷 像类似于多菁磷啊 三作童啊 或者说一些个杀菌药 好吧 这个就是潮湿啊 闷热啊 不通风啊 就开始生这种 好吧 然后呢 我看不到别的 一般这种都是戒窍虫了 跟梅乌病了 混合着来的 我没有看到戒窍虫 这应该就是梅乌病了 擦一擦 喷点用 下个中方 我这两个茶花怎么了 还有救吗 第一个茶花 希望不大了 这个那个是碱性过高 导致的一个缺甲症 第二个茶花呢 长得也还行 好吧 也还行 只能慢慢的养了 像咱们一样 茶花的话 家里边一般空气速度都达不到 好吧 别的没啥 这个白色的粉末是啥 后面变灰色的 这个是蜜虫 就是牙虫 牙虫 蜜虫 那种虫了 这个臭宝 不行就打点药 像比虫林啊 二维定虫米啊 是吧 系列的都可以 好吧 你要实在是不想打药的话 你就把这一丁剪了 那的话 为什么得这个虫 只要有嫩牙 它就长牙虫 你只要是这个植物 有叶子的 它肯定也会生红蜘蛛 好吧 别的没啥 给它每一大就到这了 下戏给大家 叨叨一下 我为什么来这了 嘿嘿 我老花一 养花这张一 白了白了 谢谢大家